救命啊 眼前这个猥琐男不要脸 看见漂亮小姐姐就要轻轻抱抱 但小姐姐哪能愿意抽出簪子 对着她脖子就是两下 但男人也不甘示弱 紧紧掐出小姐姐的脖子 两个人就这样以离奇的形式双双领了合法 路过的阿贵一下子就认出了死去女人的身份 女人是阿贵的恩人小娟 但现在阿贵也无暇顾及恩人 因为自己此时正在被衙门追捕 想当出阿贵也是个驰骋赌场的人物 那手出老钱的绝技 是无人能敌 可马有尸体 人有翻车 阿贵还是被发现了 心急之下 尸首打死了赌场老板 遭来衙门的统计 可还没跑多远 就被一个骨块发现 一个士族 摔死在悬崖下 就这样阿贵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毒鬼 这下他可是把骨块给恨上了 与此同时 之前被小娟掐死的维索男也下了阴间 为了躲避阴差 逃到了一座山洞 意外成了鬼王的接班人 只要练足气气49天 再吸上100个人的阳气 就能天下无敌 这恶把猥琐难乱坏了 刚尚未就遇到了 初来扎到的阿贵 随便忽悠几句 阿贵就成了他的小弟 收集100个活人的任务 自然也就落在了阿贵的身上 转100年过去 阿贵也给狗羊收集了不少活人 好在他不想伤人 所以找的都是杨兽将近 穷凶极恶的坏人 再加上年龄上贡 判官也就对此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过这次 阿贵竟遇上了前世的熟人 一个女人缓缓向男人俯下身 男人心里是恶开的话 一个转身 就将女人抱上了面前的书桌 嘿嘿 后面的画面请自行脑补 男人是毒坊的老板 专门打着借钱的幌子 占美女的便宜 身为毒贵的阿贵 当然是以这里作为立场 收集嗜毒成性 吸毒成瘾的人渣 献给鬼王练功 搞得鬼王染上了毒瘾 甚至还变身娘娘腔 阿贵早就看老板不顺眼 要不是斗不过店里的光宫像 和老板身上的护身符 阿贵早就把他献给鬼王了 不过这一天 阿贵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女人 女人常年在这里赌博 也因此欠下了不少赌债 赌坊的老板可是个人精 早就看上了他女儿的美貌 因此趁机提议 让女儿在床上还她的赌债 没想到女儿还真把女儿叫了过来 好在女儿的警察男朋友宠了进来 这才救下母女二人 可阿贵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是越看越眼熟 一个偶然 阿贵看见了女孩胸前的胎记 他突然想起前世的恩人小娟 也有一模一样的胎记 难道眼前这个女孩 就是自己的恩人 为了解答自己的疑问 阿贵赶紧为了判官 查看生死簿 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不仅女孩是恩人小娟的转世 就连警察男友 也是自己的熟人 没错 她的前世 正是害阿贵跌落悬崖的捕快 这下阿贵干了个大嘎 仇人恩人一家亲 小丑竟是我自己 不过为了报恩 阿贵还是决定 帮小娟解决掉毒房老板 一个事法 毒房里的客人 个个又是赢的盆满钵满 这对老板气咕咕呛呛 立马找美女 消解寂寞 哎 这蹭来蹭去 老板的护身符 很快就掉了下来 这下 阿贵的机会 可算是来了 一个男人正在洗手间里刷牙 可下一秒 却转身走向了旁边的马桶 双手捧了一捧马桶水 猥琐地摸了自己一脸 随即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 男人是个无恶不作的毒房老板 因为想要强行占有美女小娟 被前来赶安的鬼魂阿贵盯上 当即就上身蛊惑了男人 这还不算完 阿贵立马化身恩人小娟的样子 将老板引到了荒凉的地方 献给鬼王练功 可鬼王也不是什么好人 因为前世强强小娟 被气意外掐死 也因此惦记了小娟几百年 知道阿贵认识小娟 说什么都要阿贵 把小娟绑回来报仇 阿贵是左右为难 由于再三 阿贵还是决定保护小娟 于是找到了小娟和男友 不仅给两人开了天眼 还向此事告诉他们 好在那样的同事 以前做过道士 于是三人一鬼立马设局 假意将小娟献给鬼王 在陈阶冲出来制服鬼王 可鬼王毕竟修炼了几百年 一下子就看出了几个人的伎俩 不仅刀枪不入 还法力高强 一个瞪眼就用动感光波 击婚了小娟和男友 道士同事趁机出场 和鬼王打了起来 但几个威和下来 依旧胜负难分 好在阿贵从身后偷袭 用身符盖住鬼王 可阿贵也因此 和鬼王同归于尽了 影片名叫毒鬼 是90年代上映的港片 剧情简单 演技一般 全片没有什么亮点 但电影里 潜能通神 观集是里的概念 却是因为深场 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就要注意到这里 我是奥美丽 我们明天再见吧